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向家长作出呼吁 不要让子女在万圣节出外讨堂 特别是在被列为疫情热点地区的 多伦多、沃泰华、约克区及皮尔区 安省卫生厅首席医疗官威廉姆斯医生说 新冠病例不断增加 安省以上四个地区 不得不重新收紧到第二阶段的卫生管制措施 这期间民众不应该与家人以外的人士进行聚会 如果感到不舒服更应该留在家中 所以万圣节期间 民众也不应进行传统的挨家挨户讨堂活动 他建议大家今年和子女过一个不一样的节日 要鼓励子女进行网上活动或者聚会 比如可以在自家的后院草地上进行糖果狩猎活动 而如果民众要开门派堂 也必须戴上口罩 防毒面具不能代替口罩 大家不能聚集在门口或者在大门前徘徊 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两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同时他强调大家要避免接触被人频繁触摸的物品表面 不要将零食放在桶中让儿童用手拿取 应考虑放备用钳子或者其他工具来拿取零食 并且要经常洗手 威廉姆斯医生再次强调 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可以逐步战胜疫情 而当被问到圣诞节的情况时 省长福特说这是个好问题 但是他没有水晶球 无法预测届时的情况 福特表示他正与内阁们商讨是否关闭舞蹈室 他还说由于很多人失业 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他与财政厅长也都分别向政府退回1万元薪金 省政府也加快推出安省向前 安省以人为本的政府疫情行动计划 该计划包括30个改善个人与企业的互动项目 令民众可以更安全地在网上办理各种业务 另外对于每周六晚10点在他家门外发生的示威现象 福特说这些人的行为 扰乱人们的生活 并想要在户外玩耍的孩童受到惊吓 也对邻居们的生活构成了困扰 因此他要求示威者去省议会前举行抗议活动 截至发稿时 加拿大今日新增新冠病例1822例 累计病例至199,970例 累计死亡9,772例 其中安省新增病例704例 累计病例至6万5,075例 累计死亡3,040例 累计死亡